本來老有老所長 少有少所長 但是柯文哲居然跑去跟陳時中講說 你不要太老當市長 因為身體不好 這樣說得對 其實我們都知道所謂本土關心台灣的民眾 對柯文哲最不諒解的事情是 2014年的合作之後 為什麼會分道揚鑣 導火線到底是什麼 結果今天在專訪的時候 其實也有談到這一段 他說是因為猴子爬到樹上 才知道屁股紅 猴子說的是柯文哲 還是是說誰 我從來都不覺得柯文哲是個老實的人 因為我客氣就覺得柯文哲是滿嘴胡說八道 滿嘴謊言 然後做人沒良心的人 可是我今天終於才知道 原來柯文哲也是會講真話的 這不然他怎麼會說猴子屁股紅 他講自己在這個專訪當中 原來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是猴子 好 在這個專訪裡面 事實上我們剛剛聽到這短短的一小段 但你會聽到他講的完全的前言不對後語的 像他剛剛講說 選得上不一定做得好 你是說什麼 你說你自己 你果然選上了 還選上兩次 但是你台北也是坐得離離浪浪 然後人家問他說 市長要什麼條件 他說這年紀不能太大 你現在是在支持黃珊珊 還是在支持蔣萬安 因為蔣萬安是三個人裡面年紀最輕的 黃珊珊不是 你照你今天早上講的 他是說 他把黃珊珊當作以前台大的醫生來訓練 所以黃珊珊沒有銜接的問題 你怎麼頭一句 前一句你就在講說 選舉的時候這個年紀要輕 身體要好 這完全是前言不對後語 所以其實柯文哲得了一種病 他這種病是 他覺得全世界 覺得地球都會圍著他轉的這種病 所以我現在很擔心 因為他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的人生 他所有的腦子都停留在他考上台大醫學院的那一天 現在他整天在講 我智商一五七 在那邊動不動就在講 他考上台大醫科的時候 我擔心說 他從台北市長下來了以後 他整死人一直到他死的那天 他全部都在講台北市長 因為他沒有下一步了 整天都在講台北市長 今天其實還講了一句 我覺得也很好笑 也是前言不對後語的 他說 他覺得在台北市的桑卡都 三個人裡面 他覺得陳時中他最不看好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陳時中的仇恨值最高 那他認為說 黃珊珊跟這個 講萬人兩人都不討人厭 你仇恨值最高 誰仇恨值還會比你這個柯文哲高啊 有你柯文哲 你喊第二 沒有人喊第一 喊說第一的 他的仇恨值是如此之高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他為什麼 在這一場的選舉當中 明明是黃珊珊 明明是蔣萬安 明明是陳時中要選 他可以自己出來 搶盡所有的美光燈 讓他想要推出來的黃珊珊 其實在剛才 連蔣萬安都不看好黃珊珊的原因是 連蔣萬安在罵人的時候都會挑陳時中 85%要記得是要罵陳時中 他要蹭的是陳時中 黃珊珊也是他 黃珊珊才是他最主要 目前要搶票的對象 他只花6%的時間去關注他 因為黃珊珊根本就像空氣一樣 黃珊珊為什麼選舉選到 他要用所有的行政資源 代退老兵 我們都說吃無敵心心 這個即將卸任的柯文哲市長 從不會放棄任何一個美光燈跟創造聲量的機會 最近接受專訪 主持人問說 你是不是覺得 如果讓陳時中當市長不是一件好事 他說你是不是覺得陳時中可能做不好 柯文哲一貫的不回答主題 他回答說 如果要做台北市長 第一個年紀不能太大 身體要很好 因為壓力太大 為什麼他自己施任 因為他可以騎一日雙塔 我認識很多可以一日雙塔的朋友 如果一起報名的話 我怕選委會的表格會印不完 另外一方面壓力太大這件事情 到底衛福部這兩年的壓力比較大 還是一直想著要選總統的台北市政府壓力比較大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判斷一下 請仁俊哥 這樣看柯文哲為什麼這麼不甘寂寞 我想柯文哲當然還是要營造他的聲量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很簡單 你接下來台北市市長不管誰當選 柯文哲基本上沒有任何正式的官員的職務 市長這個都沒有 他就只會變成一個唯一人的抬頭 叫做民眾黨的黨主席 你接下來要如何去維持他的聲量 所以我覺得他在營造一個習慣 你知道 大家都會去注意 我問一個問題 他營造他的聲量是一回事 他這樣子罵對黃珊珊有幫助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黃珊某種程度 在這個階段裡面 他會跟柯文哲有保持一點的距離嗎 所以柯文哲講什麼記者去問黃珊珊的時候 黃珊珊會說那是柯市長的言論 跟他無關嗎 所以這到底會不會讓他綁在一起 我老實講 很多民眾會認為說在這個階段裡面 柯文哲跟黃珊珊某種程度就是一體的 因為你一個市長 一個副市長 你哪有可能在這上面去做為切割 但是我覺得當柯文哲去講說 不可以太老 身體要好 我也老實講 身體要好的這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說你就健康 但是年紀的這件事情 老實講現在在選在裡面 為什麼你特別要提 你會看這三個人 如果他只是用年紀的這件事情 來做為投票的一句 我真的必須講 我們光回來看 今天黃珊珊還沒有正式投入選戰好了 我們就先把他擺一邊 以目前投入選戰的一個叫做陳時中 一個叫做蔣旺安 請問持平在講 陳時中是年紀比較大 但是誰最受年輕人歡迎 應該不太會有人講說 蔣旺安最受年輕人歡迎 應該不會吧 因為這個就是年紀的這件事情 你今天拿出來再說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某種程度 不是年輕人就一定去拿到人的 可以拿到年輕票 也不是你因為年輕 大家就覺得說 你一定可以做好什麼事 其實不是這樣 大家看的還是整個人的整體的狀態 所以去單挑一個就是說 年紀大小 或者是說身體好壞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重要 但是有很多東西 不是拿來這上面去講 你不能說 因為你是個醫生的身分 你就拿來特別強調 還是你特別要報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那現在問題就回來了 我覺得 現在在整體的選戰來講 確實會呈現一個 就我剛剛開始說的 陳時中即使他是一個政務體系下 而且他很長期都在政務體系裡面 可是他讓大家覺得 他不像是一個很傳統型的政務官 當他投入到選舉的這件事情上 我必須講 就很多人就覺得說 陳時中就是有那個政治性格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可以跟別人擁抱 他就是可以說一些議員 是大家站著說真的 哇 你就是跟我站在那裡 我跟你說什麼東西 我不會想太多 我想什麼 我可以對你 可以直接說什麼 我相信如果有些人看到講話 或看到黃山的時候 我要講什麼事 我可能要先想一下 保重一下說我要如何表達 那那個就叫做親切感 你如果沒有讓人發現說 你現在我的選舉 我要拿你的選票 這個事情 可以讓人感覺說 我是跟你站在那裡 我跟你在同一條線上 那就會很大的一個距離感 所以我覺得當柯文哲 現在一直不斷的在拋這些議題 我當然覺得他希望 獲得媒體很大的一個關注 就是說 對啦 對啦 大家要記得 台北市的企圖 現在有做柯文哲 他現在拚的 我老實說 我不認為他的對象 是對象陳時中一個人 他現在把矛頭跟箭頭 對象什麼 民進黨 他現在要把他拉高層次 今天就算說陳時中沒有選 不是 不好意思 選去選了他 就算說什麼 我想這個柯文哲 還是會再找到一個議題 繼續去打 繼續去打 因為他要營造的什麼 全國性的聲量 讓大家知道 隱瞞存在 如果一日雙塔 是選台北市政府市長的條件 各位今天開始訓練 下午支彈塔 晚上九層塔閒書記